一年 翠光前往天守阁觐见 将诗集献与大人品鉴 岂料魁之翁所著诗章中 竟有一夜被人撕去 翠光因而受到盘结 翠光俯首引咎 并明其昨夜曾于酒寺中豪饮 酒庵恍惚中自有身影其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